这是我在一个朋友的大棚里面 大家看一下 它今年番茄做果率不是很好 做果率是整体来说不是很好 什么原因会造成番茄的做果率不好呢 先说大环境 就是今年连续的暴雨 烙灾造成 你看现在棚里面还是很湿的 咽的比较厉害 整个番茄长势不是很好 比较弱 这是一种原因 第二个就是阴天 持续的阴天 你好比说现在这种花正开放 这个时候如果你用喷花药喷上去以后 做果没问题 但是如果你晚喷了两三天以后 可能做果就比较困难了 在你喷花的时候 如果又出现连续的阴雨天气 没有光 那么它这个做果率又会降低了 还有一种你好比像这种 这就是你看前面都这么大了 后面的刚开放 就是喷花过早 过早以后 就会造成后面具体开放的没喷住 前面的先开放的一两个喷住了 所以说呢 就出现了一系列的这个做果困难问题 所以说我们种植户如果想要这个番茄长的个头都一板蛋 那会确实需要下一番功夫的 天时地理任何都需要具备 你看这个就比较典型了 是不是 典型的喷花过早了 这个做主了 就按照这个标准去喷花了 那后面具体开放的发作呢 就可能坐不住了 基本上坐不住 这就是为啥有时候喷花的时间 也是提升做果率的一个关键因素 您的作品 你 感谢观看